看得漂亮多, 也未必很眼光 在這麼多個太太之中 我覺得許太太你最有眼光 所以待會你一定要幫我 下足眼睛看得真點 董太太, 你太謙了 翡翠的東西我只是會皮毛 去你家裡主要是看漂亮的東西 還有見識一下 李謙就真, 一天是我壞了 買的時候又爽手到死 買完回來才怕被人找笨 不過, 找笨事小 我最怕是被那個梁太太知道了 到處唱我說買假的東西 那就大件事了 待會就要下足眼看了 說什麼事? 前面那輛車頂住, 要等一等 這個司機挺好的 車子拍攝了別人的車後面 又聽別人開車不方便 自己又不怕麻煩 想上車再拍攝 這麼懂得為人著想的人 真的越來越少了 是呀 楊太太 誰是楊太太? 他站在馬路邊那個呢? 真是楊太太 阿廣, 停車… 楊太太, 很久沒見你了 楊太太, 剛好 楊太太, 去楊太太 你小時候見過我老婆, 要不明白? 楊太太, 去楊太太 你們好, 你們完全沒變過 我怎麼會忘記他們? 你真是懂得說話, 我們就變老了 剛才看到Brian拍攝 我們還稱讚他 他怎麼這麼為人著想 原來是楊太太的兒子 你教得很好 哪有呢? 不過這樣, 叫你稱讚我兒子 那我不害羞了, 我照單純收 媽媽, 你不害羞? 我害羞的 你害羞… 對了, 楊太太 你們去哪裡? 不如上來我家坐坐坐 沒有了, 下次吧 好, 現在我們去探望Brian的二姑婆 下次專程探訪 你回來多久? 這次我和Brian是回樓回來的 我們結束了之後 以後大家多點機會見面 跟伯母…我們先走了 好… 不妨礙你們了 下次見 好… 再見… 再見… 楊太太回樓回到香港 英國一脫歐 進駐集團就把總部搬回來香港 難道他們很不行? 人家的股票正在升 多麼不行也好 進駐集團是幾百億的跨國企業 只剩下三斤釘也好 比我們整艘船更厲害 聽你這麼說 Brian是集團的唯一繼承人 高富稅還沒結婚 他就是順盤中的順盤 Brian挺乖 又孝順, 又有禮貌 還是Ossford的商學位畢業, 挺好 好, 越聽你這麼說 我就越覺得Brian很配我表妹Jessica 先幫她倆拉拉線 你表妹熱情奔放 看來很容易會融掉Brian Alice, 你是許家媳婦 許家才是自家人 你表妹是外家人 什麼?媽媽你什麼意思? 即是說你有好事先優惠自家人 那我又沒有女兒, 你外面有嗎? 是 那倒是, 是不是Brian也做不到我女婿 做到我孫女婿就行了 你當阿Bell沒道理嗎? 媽媽, 或是Alice 覺得Brian不配我們阿Bell呢? 我去年在London見過Brian, 印象挺好 單體外表也挺合阿Bell Brian又乖, 我們阿Bell又乖女兒 我反而覺得Jessica 這些熱情奔放映 跟Brian不是這麼合適 不是要兩個一樣才是合適的 這些叫悶 當然要一粒一粒才是完美的 你不讓Brian是外表斯文, 內裡喉琴嗎? Jessica這麼熱鬧, 就選她吧 你們說話這麼難受 其實我們的圈子不是這麼大 那些年輕人, 任由他們自己來 我是想說, 我們做長輩的 不用幫他們拉線 是呀, 現在說的是終身大事 最好就沒那麼多事 好 這個海鹽SPA真的很舒服 你果然沒有介紹錯 有空多做一些海鹽SPA 可以加速我們血液循環 我和你做了責任, 我們是一家人 謝謝你 既然大家是一家人 有些事不好意思, 我也要開口說 你有什麼不好意思開口說? 星期六, 我答應陪媽媽去身體檢查 剛好學校又有一個緊急的董事會要開 不去就不行 星期六嗎? 我約了楊太太三點, 下午茶 Brian也說出來 我就是聽你說, 說你沒空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幾點身體檢查? 剛好又是三點了 又會這麼巧? 那個蘇醫生說, 下個星期又去滑雪 麻煩時間 你去不到就算了 我唯有叫媽媽遲些試身體檢查 那又不好的 那我改期了 是呀, 謝謝 你現在看TVB USA官方頻道 不想錯過更多精彩片段 就快點訂閱啦 我剛剛說到就可以了 我閒嘴說這場 沒想到現在, 但你看 就像這樣的照片 我剛剛說你 我們現在看到邀躍了 我不是她懂嗎? 我趁閒說你